未來棒球博覽會 今天在新北三重棒球場登場 經由智慧棒球打擊系統的運動科技 讓打擊者可以完整追蹤比賽的數據 透過科技有效訓練 三二一 看到球來大力一揮 打擊氣勢十足 這群國中棒球員 經過這套由工研院研發的智慧棒球打擊系統 除了可以訓練打擊高速火球等的球種 事後也能完整追蹤比賽數據 找出自己打擊上的弱點 會比較穩定的速度 轉速也會比正常的投手還要快 可以收取的經驗比較好 轉的速度 這些細節 然後我們再針對訓練去做調整 這個是屬於在我們以往的一個訓練來說 比較做不到一道的事情 投速也可以從80到160都可以做隨意的調控 那打擊的訓練的時候就可以在上場之前 就有效的訓練 這是五號在新北登場的未來棒球博覽會中 重要的展示項目之一 除了推廣棒球運動 這些棒球運動科技 未來也將讓各級棒球學校使用 成為棒球選手 訓練上不可或缺的強大力氣 讓我們的棒球讓我們的運動讓我們的科技一起在我們的地方砸根 科技化是一個趨勢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科技化呢 讓民眾能夠親身體驗 然後找到運動的樂趣 由於世界棒球經典賽即將在臺灣開打 有效培訓基層棒球實力更加重要 體育署強調科學化的訓練是時代的趨勢 希望透過運動科學的輔助 讓教練透過客觀數據 提升訓練效能 優化訓練 記者陳嘉欣 沈志明 新北市報導